咱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100万港币报名赛的决赛桌 这是一个短牌赛 曹瑞再次拿到A勾 加入到25万 但没有他上手牌的A勾好啊 但是上手牌他也输了 上手牌好像是记得是A勾同色 哦 弹轩78同色要起 哦 没有没有要弃牌 起瑞斯了 我以为是平卡 我的我的 我以为是个平卡 我以为弹轩要起瑞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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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你手牌啊 两个人的牌都非常好 还围着眼神啊 这么看草醉的 看下多少啊 这里边A勾我觉得会气掉啊 这手牌 没有必要去纠缠 A勾现在排风也是这样啊 一般我 打牌简单一点 没有必要 他纠缠的牌 我就直接气了 不跟你磨磨叽叽的 是吧 A勾现在打牌有点这样啊 所以他现在 Viking Yang 也有点这样的牌风 看传奇普遍的 应该都知道Viking Yang啊 我老说最强富二代啊 Viking Yang水平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啊 要说水平高的人是吧 比如什么艾维啊 谭轩啊 包括库文也挺厉害的 库文其实打法有点接近于GTO啊 打法有点AI那种什么的 有点这样的库文有些 巴Namo 巴Namo有点这样 巴Namo更凶 比库文更凶一些 哇 外皮羊这些都是顶尖的牌手 库恩这手牌加入到30万 这个牌还是艾维跟不了 九沟跟不了 曹瑞会不会尽 理智点 曹瑞这牌就算了 因为库恩的筹码太多了 他没有必要在不立位置 和库恩去斗 因为和库恩玩 有可能 就是被淘汰的 因为筹码比你多 还有没有必要拿石膏 在不立位置去玩 不管还心情还不错 曹瑞这人水平也非常高 你知道吧 但曹瑞这个人总感觉 他态度上边有点 有点 不是特别认真 你知道吧 随意想怎么打又怎么打 他有时候会这样 你知道吧 曹瑞 曹瑞加镜应该是非常阴实 这位有点靠前 看会不会凹链 这牌肯定会起瑞瑞或者凹链 他这个牌其实不凹链的话 翻牌后也大概 看看吧 还是正常起瑞瑞了 你起瑞瑞 就AK这样的牌 你没击中了 也没有那么好气 这鱼总应该要凹链了 那这把谈轩的生死局 很有可能是谈轩的生死局 我还是觉得谈轩当初190万筹码 那会儿 他有点打得太随意了 那时可以去骑瑞瑞 会打得有一些 是有一些随意了 其实面对谈轩曹瑞加 拿个对Q去 他起瑞瑞做一个再加注 是一个挺不错的行为 就像咱们说的 前面其实也是酷啊 拿到对Q 对曹瑞咱们也说 进一个这种尺度的三拜特比较好 这手牌谈轩会凹链的 两个人也没有什么 这牌也没有什么好说 尻也没有必要 这牌你尻尻尻尻射绍 这牌也跑不掉了 已经套直了 进行一个跑马两个人 看看这个跑马吧 是吧 韩萱这牌肯定是 应该是要差一点啊 在正常德州普克里边 他肯定是落后于QQ的 落后的相对多一点啊 在短牌里边我觉得 应该也是落后一些啊 但胜率我没太看啊 这谭轩 合牌 合牌是一张A啊 谭轩可以看出非常高兴啊 吓死宝宝了 我拍拍胸口 那这样还不错 至少两个中国牌手都活着 只捣了一下筹码 其实筹码捣到谭轩这 就是咱们 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吧 因为我真的觉得 谭轩比余总水平是要高的 你知道吧 就对成绩而言 其实谭轩筹码多一点 更好你知道吧 但是咱们这么说 其实对余总有点 不太好是吧 有点不太公平是吧 但是就是以我个人的角度 其实这样呢会 会那什么 而且谭轩打牌风格会好看一点啊 但其实咱们这里边 没有任何不尊重余总的意思你知道吧 就这样两个人都活下来也挺好 但谭轩水平更高是吧 就是从观赏性而言是吧 这样会更好啊 还拍拍自己的 叫什么攻二头鸡嘛 攻二头鸡是不是肩膀上头 余总其实输了这个底时也很平静啊 其实这个筹码量对余总而言还是能接收的 这个筹码量 余总现在应该也有个300万左右吧 看看有多少啊 应该有个250万到300万 你看有个200多万 200多点 看看吧 这个运送好像是400万啊 400万就是 哦 240万啊 这个筹码量 也还行是吧 其实这个筹码量对这个盲助 现在压力都不是很大 来看看这手牌吧 这是一个 看艾维会不会玩啊 哦 曹瑞选的玩的 就是曹瑞 咱们说他会打得随意一点啊 我Q7这牌肯定是靠不太好的 因为这Q 哎呦 眼镜盒掉地上了吧 Q7这牌击中了也不太好打了 中个对Q啊 对7啊 有很多时候也不是很好打 还有手牌吧 哎呀 不是 这个我以为天顺呢 78啊 艾维的78是中8买上下顺的 刀可的话就选择偷鸡啊 反正 用一个还行的牌吧 他筹码量怎么做 把他这个牌别人下住 可能他也不太好弃牌 他就主动选择自己下桌 哦 艾维剑 7掉了 7掉了他的89 这个让我有点意外的 其实10Q和勾圈是差不多的牌 你知道吗 都是买一张 两高张 买个 哦 但弹圈买上来了 但弹圈这牌更好 勾圈的张更高啊 击中Q也离89更远 击中勾也稍微更远一些啊 离89 都有Q是吧 击中勾更远一些啊 击中10这个牌面 发生过10这个牌面 一张成顺 击中勾 你就是你这高张会赢啊 击中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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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打一些 那直接在这打价值啊 打一些什么7啊 是吧 你要这时候有张7 你很难跑掉呢 10Q 10 要不要弃牌 要没有曹瑞 这10可能会弃掉啊 有曹瑞 不是 没曹瑞可能会跟啊 有曹瑞还是偏向于弃牌多了 好一点啊 因为他怕曹瑞后边有大牌 哦 曹瑞这非常 曹瑞这个人非常不信任谈旋啊 其实这个牌 所以我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 艾维 因为艾维还有8一对是吧 艾维还有8一对 这里边曹瑞有张7 买上下顺的都不弃 艾维直接弃 有些意外啊 而且艾维筹码那么多 这张7真是 坑曹瑞没商量啊 哦 不是我的错了 7成顺了啊 就是打7的 我前面说 我在说什么呢 曹瑞是顺的 我的我的 我以为曹瑞买顺没买上来的 买上来顺的了 这是我的 这可能是谈旋了解曹瑞啊 我看谈旋曾经这么操作过 这么操作过曹瑞啊 他现在又这么操作曹瑞啊 曹瑞现在想打斗平分啊 转牌曹瑞行就顺子了 我刚才看错了 不好意思啊 看错了 我以为曹瑞还是买上下顺子呢 有点晕啊 也是我今天稍微有点疲惫了 你知道吧 我今天弄 遇见一些错误 你知道吧 因为我 我还有个账号嘛 叫馒头谢德州 做那个精彩剪辑啊 最近专门做谈旋打的牌 但是那会我下来说 下来好多视频 那个比赛 谈旋的牌局特别少啊 谈旋的牌局特别少 就导致我录了录 发现那个视频 录的不够啊 我今天又是 我本来今天没有安排 录这个视频呢 就觉得那个视频录的太少了 得录一点这个 这个视频 就是今天录的视频时间 就是稍微偏长了 导致现在状态也不是太好啊 现在就是演员啊 谈旋的演戏 演完之后一推 就是在迷惑啊 迷惑啊曹瑞 显得自己牌力没有那么强啊 这一切都是细啊 包括没有拳下 又留了一点在后边 曹瑞很快的气掉啊 他曾经谈旋也这么操作啊 曹瑞也是大牌 大牌之后玩过牌 F曹瑞演自己的牌力不那么强啊 那种牌也是 曹瑞是一个产打谈旋 他看谈旋转牌一过牌 然后瞎住 瞎住 然后打谈旋 玩谈旋手里是大牌的 主要是我今天那个做谈旋的视频吧 我没想到那个就是那个比赛 不是那个常规桌啊 玩谈旋 第一集有谈旋 我以为后边就都有谈旋 结果第一集谈旋直接被一个买入输完之后 就走了 就没再玩了 我没想到啊 一般他们一个买入输了之后都会再买入 我没想到谈旋直接走了 那谈旋这一跑 我就录他的专辑呢 结果他们后边没他了 就导致 没有视频做了 你知道吧 又回来做这个视频了 要不然今天不干活 这时间就错不开了 你知道吧 今天再回来干这个活 谈旋这手牌KJ应该会拷进来 谈旋现在的筹码量就非常的舒服了 是吧 470万 会有非常大的操作空间 像那时候他要拿个10Q 像前面10Q起个Race 想玩就可以做 就是他输了这个也完全能接受是吧 有一些更多操作的空间 艾维89同色 比较好的结构牌 酷恩免费看牌是吧 一个4人比10 这很难发出红桃了 他们手里边一共5张红桃 一共就9张红桃 就外边剩3张红桃了 4张红桃 艾维有点坐不住了 也是艾维这个牌 哦不是曹瑞 艾维是上下顺的 6,7,8,9,10 8,9,10勾圈 这里边 酷恩觉得有些奇怪 这什么情况啊 我中了个顶对 一加打一加尻 其实我还是建议Q这些气掉会比较好 因为他这个踢脚太小了 还是气比较好 往后打不好打 你知道吧 不发出8什么的 他有什么Q8 两对很难打 牌旋现在也挺尴尬的 你知道吧 他是买上下顺子 但是桌面还有两张方片 他现在其实他在最差的位置啊 最差的位置就是 你买上顺子也不太好打架去 就发出方片 如果买上这个顺子了 你可能这个还梳花啊 有这种情况 就是有一些担心啊 发出一张屎 草瑞继续打啊 也不让别人摆买牌 我觉得他Q还不错 那这时候 两个人应该 大概率的 40万 这个谭轩这牌也不太好说 因为谭轩毕竟 他勾花也还可以啊 但是也是买花 40万这个柱 还挺重的 你知道我还真的挺重的 还是会气好一点啊 因为有个想了想有个对时 有对时有个工对 你买上顺子不一定大啊 比如10Q这样的葫芦 包括一些按三条的葫芦 什么三条Q三条6 你买上顺子都没有大啊 短牌花比较少 短牌买花不太好买 顺子就不一样 顺子就比如买上下顺子 就还是八张 但是花就少了四张花 二三四五这四张花 少这四张花是吧 所以花不容易买上来 在短牌里边 所以为什么短牌里边 花比葫芦要大 就是因为花更难种 所以比葫芦大啊 气掉余总 余总现在成马量少了 更不会玩这样的牌了 你知道吧 余总现在打牌越来越少 我觉得余总的风格有点太稳了 你知道吧 现在人打牌风格 剥削性越来越大 你知道吧 越来剥削性越来越强 余总这种风格 拼样于容易被剥削 你知道吧 整的余总就是 现在打牌也打得少了 这个勾圈 刀哥特他也实在没有好牌 你知道吧 他有点坐不住了 拿勾圈奥练一下 谭宣是 哎呀呀呀 我这招他打牌 我看他没看他 没怎么也 没看他打什么有水平的牌啊 看下这手牌吧 这怎么能翻牌 也有张 狗圈买四张十啊 买个顺子 再发个对子 就是死牌了 如果发出对子的话 死牌了 是吧 没有出路了 还真发出个对子出来 我就那么随意说啊 那这样刀哥特是吧 就获得了第七名啊 其实这个名字 名字也还行吧 看看奖金多少吧 因为这个比赛 感觉上参加的人也不是很多 看下奖金就知道了 387万 那还不错 那这个比赛参加的人数 也不算太少啊 因为第七名能获得 100万港币报名 有差不多400万的奖金 那这个比赛下的人数 也不算不算少 是吧 大概多少人 有50个人 这一样 我没怎么具体研究过这个东西 按理说 他这个比赛 应该写上的是吧 因为这个比赛的视频 就有两个视频 是那个 就什么第1第2 第一天什么的 然后就直接决赛桌 然后就第一天之后 就决赛桌 我以为是一个参加人数很少的 一个豪克赛呢 看这个奖金参加的人数也不算少 可能比咱说的还要更多一些啊 如果冠军能有个2000万 那其实参加的人就会比较多了 应该 第七名有380万 冠军 差不多有个2000万左右吧 不知道啊 这个我就大概随意猜一下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是吧 咱们下次再见啊 这衣服还是感觉挺不错的 这衣服 有点 有点感觉好像我小时候 我妈给我织毛鱼似的 那种感觉 OK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是吧 大家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再见 那边 请不吝点赞